好,这个秀林乡代表会定期会召开 乡长蔡培火直询肯定公所 一亿多元规划全乡的建设 那么他也建议公所代表会全体受到疫情的影响 乡内各行业萧条面临了困境 为了降低乡民的生活冲击 乡内每人普发现金5000元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火表示 秀林乡共有16000多人 确诊人数达1.4 确诊之后不是快筛转阴 并不代表没事 未来还有各式各样的后遗症可能要面临 为了降低乡民的生活冲击 希望每人普发现金5000元 体系这个我们民众的困难 希望能够花这个防疫礼金 或者是什么名称都可以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影响到民众生活的这个部分 希望我的意见我的建议 既然有别的乡都可以花到5000块了 我也希望说我们 旭林乡也不要落后给别人 因为我们也不见得比别人 我们老百姓不见得比别人有钱 就每个老百姓都能够按照7年 我们前年也花2000 7年的预算也花3000 今年是不是今年111年 是不是能够花到一个人花5000块钱 相当外规表示 今年疫情相当的严重 在4月份已经有讨论 为确诊家庭做资源分配 对相当的建言 公所预算调整方面 将会后续与代表会进行研议 以符合各项法令 在地方乡亲面临击破性需求方面进行调查 如果没有意外 将会在后续临会 定会编入预算 不管是确诊也好 跨越也好 其实最严重的就是失业人口 我们的失业人口 根本没有办法算清 比如说他们这个家庭 有多少人在工作 像这个调查 其实我们还没有调查完整 所以我相信 失业户的家庭是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一看之下 我们会再看看 看所有经费看怎么去调整 我们努力 是不是在 今年预算 可以把 我们消费的机 可以编在我们的预算里面 希望能够在明年初 是不是可以 有机会可以发放 请问下面代表会主席 赖金姐也全力支持 普发5000元的消费金 相公所已经把管理办法弄好 也经过代表会 会被查通过 那只是差别在说 我们上一次的时期 是到5月份 然后就已经结束了 那既然下班 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相信全体代表 一定能站在 湘民立场 以湘民的需求为主 跟湘工所这边 尽量去协调 华兰村上天后才感谢 新闻乡民代表 蔡北伙的提案 同时也获得 新闻乡 我们会和代表会主席的支持 它是相当的感谢 能够再发放给我们 乡民一个补助金 让他们生活能够改变 也感谢我们的乡长 目前经到资料规划中 真的是要辛苦 我们的乡长 以及主席蔡代表 由于卓西湘工所 下个月就要补发 5000元的消费礼金 新闻乡民代表蔡北伙 利用总资讯的时间 来争取消费礼金的提案 也获得新闻乡长 我们一会代表会主席 赖金姐一起 监取代表的支持 新闻乡公所将会 在下一个临时会 提出方案 送到代表会 来通过消费礼金的政策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